这种蛇像可不能去吃枝柏地黄丸 这个舌头啊 说明他体内的火呀不是一般大 所以难科差劲 提前交代甚至一触即溃 但是可千万别去吃枝柏地黄丸 因为这个蛇像是典型的干预克皮了 导致脾须生湿生痰阻碍了气机的运行 导致上面的星火下不来 下面的水呀无法向上去制约星火 再出现了星火旺的情况 把舌头都给烧红了 而且星火干扰心神 心神不安他就想法很多 但每次呀都提前交代 那为什么不能用枝柏地黄丸去滋阴清火呢 因为他中焦不通 导致渗水啊无法制约星火才出现星火旺 而枝柏地黄丸虽然能清火啊 但却会伤肾 导致肾阳啊越来越虚 而且脾胃虚弱 肝气郁结的情况下 补药也是补不进去的 只会是越用越严重 越用卸得越快 那针对这种情况 想调整正确的思路啊 应该是先疏通中焦 疏干健脾去弹湿 然后再清上温下 清心温肾引火归原 将火气啊变为元气 暂时 越下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